如果我们今天台湾我们要做零股交易 怎么买最划算呢 哦就一次要买多少会比较划算是不是 对对对那我想先 买一股应该就不划算了 买一股一定不划算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啊 其实以买卖股票在台湾而言 它是会收一个叫做手续费0.125% 对那这个买卖的这个手续费 它是以成交金额的百分比来去做计算 所以当你今天如果你的成交金额 还有你的交易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等于说你的0.125%收的也会比较多 ok那以零股交易而言在台湾 最低最低就是20元20块 就是会有个低效就对了 它有个低效20块 所以你如果最后的金额乘以0.125% 不到20元哦 你还是要以20元来去做计算 如果今天买一股台积电 大概我算500块的话 乘以0.1425% 1425才0.7块 所以你就等于说你买一股 我也要跟你收20元的手续费 我是捐账的话 ok所以这样子很不划算对不对 假设500块的股价的话 我要我的手续费是20块 嗯没错 这么贵啊 对啊所以你不觉得它 它是一个一直吃掉你那个获利的一只怪兽 就是手续费真的是非常可怕 接下来呢就要来告诉大家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那怎么买最划算 所以我们要先从它这个低效20元下去做计算 就是如果以20元为最低的话 你必须要这样20除以0.1425% 你就可以得到单笔哦 你单笔做零股交易的金额至少要 14,035元以上才会划算 哦所以我的交易金额要14,045元 对你就大概记得14,045元左右 对所以大家记得如果你们未来 要在台股去做所谓的零股交易 因为它会收这个所谓的就是手续费 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的单笔哦 这是指单笔交易金额 一定要买到14,045元以上 你的手续费才会是比较划算的 那么我们就先开始了 准备的衣服 对是否就好 对是靠近的 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就开始了 准备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 我们照顾了 我们也要 我们有很多 在电话 我